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Gorilla两款新款的铁皮剪 首先 这边是一把指剪 那另外一款是走弯剪 今天的这支影片主要目的是要让大家来知道在购买Gorilla的大型铁皮剪刀时 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还有它们的使用方式 首先 它们要开始使用的时候已经有扣缓扣住了 所以只要轻轻的一压它就会打开 然后要锁住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往下一推然后放开就可以扣住 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省力的开锁跟解锁的方式 这个指剪也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指剪跟左弯剪最大差别 其实不太算是左撇子或右撇子的问题 而是当我要剪这个铁板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要剪的视频的 但直接剪过去的时候 这个指剪上它会有一定程度的问题 这边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指剪在剪的时候它会遇到的问题 剪完了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断面会有一点点不均匀 它断面会有点不均而且没有那么的平整 那原因是因为铁皮会挡住这个剪材的去路 那左弯剪因为它有避开铁皮的设计 所以它剪材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可以很快的就让这个铁片卷起来 铁片卷起来之后它就会很顺的跑到另外一边去 而左弯剪这个斜下去的地方 就是我不要的废料的方向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切面就会相对的比较平稳 再剪材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边剪会比较清楚一点 不要的废料会这样子卷上来 那再看给大家看一下只剪的时候 它遇到的问题是它在剪的时候 如果遇到比较硬的素材会有问题 而如果是比较软的素材还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异 硬的素材时候可以看到它要过去的时候 它无法那么的顺利让剪刀剪过去 所以它剪完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点不平正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有一点点凹的状况 你看它有点斜度已经跑出来了 那这就是只剪的问题 只剪只要是短距离的剪材 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只要剪一个小的正方形 用来修小边的 像这里一样修小边 这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只剪的强项 就是只要小段 当你只要小段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 剪到你要的形状 而当走弯剪要这样剪过去时 它这边会有卡住的问题 是因为走弯剪在剪的时候 右边这边是我不要的 但不要的部分应该是要在刀刃的斜下去那边 这时候我就要把它反过来剪 这个彩绘是正确的方式 就可以很顺的剪过去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顺非常漂亮 就是我不要的部分 如果是在右边方向的时候 在我的右手边时候 我就要把左弯剪反过来剪 那如果不要东西在左边的时候 就是正手的剪 不要的铁片是在我的左边的时候 它就是正常的剪 所以它就可以进行比较顺的一个剪材 另外它就无法进行往右弯的剪材 因为它是左弯剪 那如果你一定要往右剪的时候 你就要从另一面剪过来 以上就是一个左弯剪跟直剪最大的一个差异 以及用法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铁皮剪刀的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